关系的是产业消息 因为核四停工封存 企业界普遍对电价可能调整 感到忧心 而企业龙头台积电 今天也表态了 他希望政府能够尽快 规划未来的替代电力 民众幕后反核能 占领台北车站闹区道路 表达诉求 追求非核家园是选项之一 不过经济部表示 如果真的完全不用核能 最快四年后 台湾就要分区限电 科技业者忧心忡忡 资源的用掉 这个成本势必是 以此会增加 我们当然是希望电力工运 能够充裕 但是如果核四不能继续 我想我们也期待政府 能够早的替代能源 希望政府尽快推出 替代能源方案 如果电价涨 制造业首当其冲 先做好最坏打算 因为工业用电量 目前占台湾用电的53% 如果没有核电 改用天然气补充电力来源 预估民国105年 电费可能要涨四成 让企业大佬更加忧虑 四成的话 不要说企业 家庭都有影响 你不觉得吗 尤其是国外的投资 要到台湾来投资 当然他会考虑到 稳定的电力 跟合理的成本 大概是2014年 是台湾服务业的元年吧 因为台湾大概以后 就很难再靠制造业 来支撑我们经济的成长 工业要朝它的效率结构 来考虑电价 服务业一定要考虑说 服务业它的附加价值 然后为什么服务业的电费 让LED的灯没有办法 很快的全面补齐 但也不是所有老板 都这么悲观 鸿海的郭董就认为 未来应该按照产业别 实施不同电价 有次问题抗争持续 电费和供电的冲击 浮上台面 雨点TV五元席罗正辉 台北报导